定期宽份 我家里分鸭许 对不起 大家好 这里是兰州 刚来兰州第一餐 带大家去吃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兰州小吃 羊芋片 Let's go 这是我的母校 兰州是第54中学 家长们在接瓦子 初中还用接吗 我小学都不是接 我幼儿园都自己去 我竹打散仰 风华正茂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放了学 顺着学到这条路 一直笨钱都走 就有一家土豆片 贼好吃 带大家去看一看 到了 就这家 挺好 吃个羊芋片 咋卖呢 咱这 四毛 还是四毛 还是四毛 跟我小时候一样 咱来的50个羊芋片 30个豆皮 牛肚有点贵 1块5 牛肚来10个吧 10个少不了 那就20个 咱家宽粉是定期的是吧 定期 来三碗 年糕再来三个 一甜两辣 胡萝卜素来三个 就坐这就行了 这今儿还行 我以前的这种 开过一次兔豆片 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来兰州了 你肯定要吃正宗的 胡萝卜素 我拿了东西 拿了 随便拿 老板我是不是忘点了一个白饼加酱 油饼加酱好吃 油饼 给我来一个油饼加酱 吃这碗 吃 哎呀 放心吧 油饼加酱 走不完 你是没有听过我的故事 你看一下 很多人来这儿可能是吃个零食 吃个宵夜 但我们是来吃饭 吴叔叔 就这点 你还说我吃不完 你还有多人这样呀 一人一份给我 你还要去喝饭啊 干一下 甘肃的洋芋片 美得很 就一盘就洋芋片 没有乱七八糟的 非常纯粹 不知道此时此刻 肯定有很多朋友刚到兰州 刚下飞机 晚上不知道吃啥 来这个 给你看一下多好吃 哇 太小了 第一道一个人50串 问题不大 一串四毛 50串是20 哇 这年糕啊 目前就来了这些啊 先给大家看一眼 这是洋芋片 这是豆瓶 盐糕 一串甜的 两串辣 那小可豆瓶 别了 虽然这豆瓶使得是油豆瓶 但依然好吃 湯水鸭血 湯水鸭血 行 洋芋这个东西 等我耍的特别好的地方 甘肃酸一个 像洋芋片这样子 你们四川耍的也好 拿下土豆 对 我跟土豆特别有渊源 我妈下乡的时候 她待在那个地儿 特产洋芋 所以就说洋芋 洋芋了我妈妈 我妈妈 洋芋了我 所以我应该给土豆叫 姥姥 这都不够 还得加 慢慢来 慢慢来 没事 我准备的葱 行 没问题 今天晚上您早点下班吧 那怎么办呢 它这个洋芋就是微脆 再煮酒一点点 就没有这个爽脆的口感 但它又不是特别脆 火候把握的很好 吃肉还没吃呢 原料 辣的 不辣的我也得尝 我是主播 也没人介意过 都是朋友 我不介意 没关系 你要是介意的话 你先咬 不是 你介意吗 好吃 脆点 这次我先咬 你不是 对 咸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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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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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辣度5克升满升的话辣度在1.15 1.15出这么多汗 有点说不过去 这个叫油膜刷酱 油膜这个肯定陕西的朋友都知道 他这就是先炸一下 完了以后里面给耍了一层酱 据说是绝了 据说啥 我笑旁边我自己吃过 对我好多年没吃 刚一进来人第一句话说 土豆片还是死毛 啥意思 就是老板认出来我了 他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上学的时候 小张已然已经变成老张了 但是价格没变 变点 外面炸一层小咽壳 里面非常松软 吃到中间有酱味 太香 一口油膜 你夹起来就是要闲去的 我这样被你一说 好像我不会吃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就是本来你想干个啥 旁边人一说 你就突然就不想干了 搞得完了 不是你看我这架势 从哪看出来我搞不完 你们那抖音会叫啥 这葫芦哈辣啥 葫芦哈辣 还有啥吃点 牛肚子 咱们的话牛肚子 牛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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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都是西北人 从底层来讲是相通的 来牛肚子 这叫辣二串 量的就两块头这么个量 好的我们今天是消费 一百二五三个成年线 土豆片店 鸡头白脸 吃一顿很舒服 坦白说 这个辣椒对于我来讲 辣度五颗星满星的话 两颗星 这辣椒吃的不难受 不烧心不烧脑 我们几乎把店里所有的好吃的都点了一遍 有可能没点到的也有好吃的 下次再炫 从点菜开始老板就在一直暗示我 说吃不了了 大家看一下 全吃完 这个味道我实在是太爱 不仅能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概率离开兰州 就不是这个味 所以一定要吃到满腹 才会觉得满腹 希望大家五一在甘肃玩得开心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 走了老板 谢谢啊 吃完了 你去看一眼 给我说一下 我给你搞战斗 我学院说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升一升龙 他要投资我 我有无钱一金 不要老动不动就想投资我一下